1月15號神聖劍士的改版在剛才的記者會上面已經詳細的把一些資訊都透露出來了 不過有些東西其實大家在畫面上或是在這個直播裡面或是在這個新聞稿裡面看到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稍早小編把這個之前改版的內容包括韓版這邊就是所有的改版項目呢還有他的一些細節一個一個都把它整理出來給大家了 首先你們現在在大補帖的網站上面看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這篇文章 神聖劍士1月15號推出然後開放肩甲職業轉換日程系統還有推出這個Gamma coupon 5以及紅色妖魔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下面就帶大家來一個一個看好那細節的部分 我這邊都有放一些網址 大家進來看這個文章的時候你都可以直接去點點開來看每一個東西都有他詳細的一個說明在裡面 第一個神聖劍士他確定是在1月15號推出了 那同時會加開兩個伺服器 那神聖劍士這個職業如果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他本身就是透過技能他可以是控場的輔助的也是一個很坦的這個角色就是他放了這個神聖保護之後 小聖劍那在明天推出之後呢他會加開兩個伺服器一個叫帕拉丁 那另外一個叫哈爾巴斯這樣的新伺服器他到時候會推出一些比較優惠的活動 譬如說他有獨特的這個充等的獎勵還有他的你的等級的什麼排名優惠啊排名獎勵啊這些都會有 那這些東西他只會在新伺服器出那在韓版推出的時候他有推出一個就是你可以把原本伺服器的一個飾品把轉移好就直接把 攜帶到新的伺服器裡面去用好那這個話詳細的我們等台版這邊更新好只是先跟大家講韓版是這麼做 那台版照理來講應該會是直接的把它覺得複製貼上這樣子好那神聖劍是推出之後他當然還有一些細節嗎 包括他也會有新的這個變身好然後我們的卡片裡面我們現在先切換到這個遊戲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卡片裡面在這個變身裡面他會推出一些藍變藍變有一個一系列的這邊 愛爾摩系列這個變身好那除此之外呢神聖劍是他也有他同步推出一個變身譬如說這一隻狂暴將軍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狂暴將軍紅色的還有這個什麼布雷澤然後刺客還有這個這個叫埃伊爾 那當然紫變也是有推出啦紫變的話有兩個宮兩個宮的警衛然後帕拉丁跟這個憎恨的死亡騎士 金變的話當然有神聖劍是自己的那下面藍變有一隻然後白變的話也有一隻這個部分 那再來我們繼續接著往下看神聖劍是推出之後呢他的這個還推出一個新的地圖叫做古龍的聖地 那古龍的聖地呢他是出現在這個象牙塔的西北邊 這邊有一塊新的地那我們也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塊地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現在的這個村莊呢就是在這個古龍聖地的村莊啦我們點地圖出來看喔 好那在開起來之後你看喔我現在位在這個地方嘛那這裡面的怪物喔都是這個新的怪物我們隨便順移到一張新的圖 這邊的話很多主動怪齁我們大概隨便來敲一下齁 他這邊的怪物會掉落這個新的技能書那這些地圖裡面呢也有這個新的boss 好那這邊怪物相當的多齁那說實在的也還蠻容易被跑土的齁 我們看一下隨便走一下好了齁我們跑起來好這個地圖都是新的那他蠻適合玩家在這邊來練 但是你的能力呢要有一定的這個水準才有辦法在這邊練 因為主動怪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打起來其實還蠻痛的齁 那再來我們緊接著看下一個部分喔那古龍聖地他可以打到那些寶物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光之肩甲開放 這光之肩甲他基本上他的安定值是4 那你把一個光之肩甲的強化到4之後他的防禦就是5 所以除了提供安定值5之外你還有額外的這個能力點數就是你點的力 你買的力量的他就是有一個力量加1喔那還有敏捷的跟智力的三種 那你強化到加9的時候可以從製作系統裡面直接去用100個龍鑽 然後是機率製作一個英雄的光之肩甲 那他那個英雄的光之肩甲大家可以去看這個連結裡面的能力 所有的英雄光之肩甲都會有一個HP吸收的這個效果 那一樣安定值是4你可以把它強化上去那一直往上強化這樣子喔 那這個我覺得對於有在打架或是打怪玩家這個都是夢幻異品的 因為他直接會讓你有一個HP吸收喔那如果你有吸血鬼的話 當然這種吸收都是疊加上去的 再來日程系統的部分喔日程系統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排程狩獵功能 那之前日版跟韓版已經都推出了台版是最後一個推出的 那這一次呢在明天的改版之後終於要推出啦 那這個系統呢我們也實際來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按鈕的位置呢大概會是在這個地方喔這個 然後你只要透過這個用拉的方式譬如說我這邊點一下 左邊這邊是讓你選擇是你要特殊副本還是雅丁大陸或者是哈丁傳送師你可以去點 然後點了之後呢你這邊點一個譬如說我這個是呃 拋棄之地你就點一下之後我們這邊我們把它重置好了 假設我這樣點一下好拉進來那這個點一下再拉進來 夢幻之島古代禁令木屑好拉進來了喔那我今天因為都打完了所以他寫close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雅丁大陸吧你也可以去點那如果說你自己原本有在外面地圖上有標記這個信號的話他會顯示在最上面喔好那我們一樣的方式把它拉進來好拉進來之後呢雅丁大陸他有限制喔就是每天只能五小時全部的地圖加起來五小時你看喔他這邊有一個加號減號吧我全部按到加五之後其他兩個就不能選了好所以的話我可以自己去設定這個時間那你要幾張你要掛幾張地圖呢基本上是你自己去決定好自己決定說你要掛 如果你一張地圖掛一小時的話也是可以好那我們以這樣來說喔那這邊設定完了之後基本上他是自動儲存你的設定好那按這個play他就自動順利過去打壞了好那從此之後你就不用再理他好大概是這樣子設定好這個功能推出之後再來是開放新的這個職業轉換啦那職業轉換功能喔那職業轉換功能他是把既有的職業譬如說槍手龍鬥黑妖暗旗然後妖精法師王族這一些職業 全部轉換成神聖劍士那目前的設定來講他只能轉換成神聖劍士而且神聖劍士的只有女性他沒有男性的這個性別可以選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擔心也不用去想說我可不可以轉成別的不行喔你只能轉成神聖劍士基本上是不能轉回去其他的喔你不可以說我騎士不要玩我要玩暗旗喔可不可以從騎士轉暗旗不行喔這次只有開放轉成神聖劍士那相關的這個設定好操作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裡面網站裡面有這個影片這邊裡面有一步一步的去教大家去操作那我這邊講個重點就是如果你不想轉裝備不想轉視頻也不想轉技能的話基本上就是3000轉好就是直接買那個經驗轉移這樣子好那如果說你要轉視頻轉裝備轉技能的話呢他從這個系統裡面可以去轉藍裝的話一件是100轉然後紅裝的話跟紅技喔一個是900 那紙裝的話紙裝紙計都是1500後面的話還有當然還是在更高這樣子那所有的這個設定的大家都可以去我這篇文章裡面去找到我這邊都有詳細的把它列出來說可以轉移的數量然後還有需要的這個遺物袋喔那台版不知道會不會是遺物袋啊好這個價錢你直接乘以100就是對應的這個價錢啦好然後再來 在Gamma Coupon的第五代跟紅色妖魔活動喔這兩個我一起講Gamma Coupon是在韓版的話他也是跟著神聖劍士一起推出那這一次主要是讓大家去回復這個你可以重抽啦再挑戰一些變身然後還有飾品的部分就這兩種會給你兩張那紅色妖魔的活動呢大家以前都有參加過就類似這樣子喔就雅丁大陸有個時間他會推出然後你就去趕快就搶怪搶怪喔拿大量的經驗值而且這個活動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參加因為他除了拿經驗值之外還會給你葉值也就是說你打怪是葉值越打越多經驗值也是越打越高完全不會扣喔他一定是往上加上去的你能搶到多少就是搶多少這樣子然後還有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全職業的這個技能調整但是因為韓版他改過很多次所以我也不確定說台版到底是根據哪一次的這個技能去去調整好那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會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後技能當然 也會有一些微調然後龍鬥士的話他所有的技能呢有一些重要技能譬如說黑暗幾砍連鎖火焰還有護衛毀滅這三招都會是變成被動的然後有一個龍之護凱也是有做一些調整好那這邊的話我們明天再看看官方到底調整的哪一些如果說你還有龍鬥的話或是你要觀望要不要練新職業的話其實我真的就不說了但是其他的職業你可以去繼續來看一下妖精其實也有改好然後 我槍手法師黑妖這個我也不解釋啦大概是這樣子那麼以上的基本上就是明天的改版內容我相信除此之外還會有一些目前我們在新聞稿裡面沒有看到的東西那這個的話如果稍晚有新的資訊的時候小編會再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那麼這個影片就帶大家分享到這邊如果覺得不錯的話記得把影片分享給你的盟友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